繼續關心的是 現代人可以說是人手一機 也因應到手機 所三星的生活模式改變越來越多 這也包括運用在組織收集方面 就請請各位政府推出的 風嘉義APP2.0版本 可以提供軟體下載者 優點幾個和雙點優惠頂大心的組織 風嘉義APP2.0版 發表會 今天在火車站講電影機型 嘉義市長頭身體跟市議員 王美肥副英雄 王英帝 都為立場告定參加 嘉義市春節郵客量大大增加 吃喝玩樂欧英玩 要讓郵客更方便在嘉義市路由 風嘉義APP2.0版正式發表 嘉義市長頭身體表示 全新的亞民設計要再提供一日郵 兩日郵 替北保行丁丁 創新的郵婷 郵客一支在手來加上安心和大心 我們嘉義的Home嘉義2.0版 大家利用這個APP很容易就可以上網 看到我們嘉義市好玩 好吃的地方 那我們嘉義有非常多有名的 像我們今天在這裡的 新台灣餅舖就是以前的日向屋 我們還有快逸生活村 我們有晚上可以去文化夜市 非常多好的地方 那我們剛剛從我們火車站的 我們的市民廣場那一邊 騎著這個E-bike過來 從剛剛提到這裡來 短短時鐘不到 就可以到我們很重要的地方 而且是零排放 也就是說 完全都是電動的 完全沒有 二氧化碳的污染 所以到嘉義來 很方便 就可以找到E-bike 哪一個地方可以租到E-bike 可以假地罪 以地狂 哪一個地方有好吃的東西 哪一個地方有好玩的東西 這樣不夠晚上要睡覺 哪一個地方有旅館 只要你上我們的Home嘉義 我們有一百多家的商家 最近都在提供 你上APP就可以有打折扣 市長有一家人 騎著E-bike 自火車站到噴水地 新台灣鞭破 典型列寧 在嘉義市是非常適合的交通工具 當塞車可以在塞車行 所以說非常方便 讓大家都在哪裡騎在哪裡車 非常的方便 歡迎大家來嘉義這條 目前嘉義市區熱點11的建地站完成 後來市民以及上街 加入推廣電動車行列 讓嘉義市觀光是計劃環保 也讓嘉義市 列連加航發電希望 組入更大的動力 新新聞 蔡美棟 嘉義市 蔡空報道